嗨 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講大圖輸出 在恨日之前 我有教各位在做大圖輸出的時候 該注意的一些事項 那今天我就利用這一張圖 來實際的教導各位 做一張大圖輸出的時候 該注意的一些事項 那我們先開一個新檔案 那我們就假設 這個今天要做600x300公分的一個大圖輸出 那通常這邊是輸入600x300 可是 AI最大就是只能到577 所以說當你輸入600的時候 它就是會直接把你輸入到577 所以我們就一樣 做10比1的 縮放到10比1的大小 就是60x30 然後這邊一樣 選擇公分 按下確定 那這一個 就是你的工作區域 就是60x30的工作區域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圖片 這邊有1 2 3 4 5 5張圖片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前期 它們的一些 數值 那從第一張 這一張 它的尺寸 像素呢是6000多乘以4000多 解析度是94 一樣 這一張 它像素是6000多乘以4000多 乘以94 解析度一樣是94 但是 你要注意到 這一張圖 不管是這一張圖 或者是這一張圖 我們不可能 全部 一定會有 不要的部分 所以我們一定 所以說 當你 當你 把其他 剩下的不要的部分 裁掉的時候 會是 會是剩下多少 今天如果 你的圖片沒有到那麼大 如果沒有到那麼大 就是6000多乘以4000多 有可能是3000多乘以2000多 或是1000多 或是4000多 那你要注意它的解析度 是300 還是200 還是150 還是說是72 那扣掉之後 扣掉你 不要的部分 這個部分 現在 虛線框起來的部分 它是不要的部分 如果它不要的部分 扣掉的話 你的圖片 會剩下多少 這個是我已經處理好的圖片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像素 會是剩下多少 像素是剩下4000多 3000多 那解析度當然是不會變 像素 明顯的有 減少了 這邊各位 如果在選擇圖片的時候 要注意到 這一張也一樣 它的像素 有明顯的做減少 我只是把 不要的部分 去除掉而已 我只留這一塊 我只留這一塊 其他部分 都已經把它去除掉 然後就是 就是這一塊 就是剩下 3000多 乘以3000多 然後解析度 一樣是94 然後我們回到這邊 如果我今天要做這一張圖 第一步看到 線條 我們先做背景的線條 按住 按住 這樣你的線條就不會歪 如果我沒有拉SHIFT鍵的話 它是可以任意動的 如果我按住SHIFT鍵 它就是直筆的下來 再來 我們交出齒規 齒規的快速鍵的話就是Ctrl-R 這個部分它就會快速的跳出來了 然後注意看 在移動的時候 齒規上面會有一個虛線它是對準 你下面移動的位置 對準之後放開 然後一樣選取 然後選擇個別變形 這邊浴室 浴室的部分 它預設它是沒有啟動的 我們勾選 然後水平部分的話 基本上它都是 你一開始開啟的時候它都是屬於0 那如果我們要水平移動 就這樣子 你們會發現 會多出一條藍色線 這一條就是 之後你移動的時候 它已經預覽說你想要你的線條 移動到什麼位置 那確定之後 我們就確定大概 位置之後按下拷貝 你的另一條線 就會出來了 之後 再按Ctrl-D Ctrl-D 它就會 這個組 自動的 把你把位置設好 然後選取 群組 群組是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當你不群組的時候 你這個地方 你會看到非常多的線條 那群組的快速鍵是Ctrl-G 我們快速把它選舉起來 之後 如果你要 增減顏色 就是從這邊 這一邊是線條 修改顏色的地方 然後這一邊 是 等等你就會知道 然後這一邊 就是增加粗細 其實功能 跟ProShop差不多 然後我們把它畫細一點 顏色真淡一點 然後 就一樣 複製一分出來 接著旋轉 拉下來 拉到底 然後 我們先解散群組 把這裡 Delete掉 然後 接下來 就一樣選舉起來 線條選舉起來 那 會選舉到 你下面那個 那個 直線的 物件 所以 從這邊拔點掉 從這個地方拔點掉 一樣Ctrl-G 選舉 做選組 然後 放格子就做好了 之後 做好之後 我們一樣選舉起來 Ctrl-G 然後 接著 鎖定 鎖定之後 你就沒辦法去做一個 選舉的動作 然後再來 我們開始做 紅色區塊 紅色區塊的話 就一樣 我們就選擇這一個 去拉 然後 線條顏色 我們把它取消掉 然後 改成 顏色 然後 這邊的話 這是 蚊子部分 然後 這個時候 認識字型就很重要了 如果今天 你的字型 你是像 想要跟他一樣 想要跟這個立牌 字型一樣 你的腦中 就要知道說 大概可以 就要猜到說 這一個字型 的名稱是什麼 這個命 這個字型的名稱 大概會是什麼 然後我們可以 從 最基本的這個 這個地方開始採 我們可以看到 大概 差不多一樣了 把它拉進來 然後這樣子 然後 然後 擺冰銀色 然後還有上面這兩條 上面那兩條 你可以用這個做 然後把架出 然後 你也可以用這個做 然後 這是專看個人習慣 這沒有對錯 這是看個人習慣 其實做錯的效果 都是差不多的 只是在於說 你點這個時候 它是沒有反應的 因為它 它的物件是線條 所以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點線條 它顏色才會變 然後再增加顏色 那增加粗細 然後同樣 這兩個 我會習慣一樣把它取住 然後鎖定起來 然後接下來是做 這一個 我先去一看我就藍 我真的有點 好 我就直接把 把文字複製過來 然後裡面發現到 你文字複製過來的時候 它的字型 跟顏色 它會跟著一起複製 所以 我重新打一次 然後這一個 是字型 是什麼字型呢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它就是這個字型 所以說 記字型 也是很重要的 認識字型 然後去記住字型 它大概是什麼字型 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把它拉下來 收小 然後選擇 擺設 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的關鍵就是 我們要把圖片放進去 放圖片的話 我們先放外箱 這個PSD檔 我們把它拉過來 圖片拉進來之後 怎麼去看這張圖 輸出之後到底是模糊還是清除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PPI值 數字 越大 它輸出到的品質 基本上 找超過300 就不會有什麼問題 那它的PPI值會 隨著你 隨著你圖片的放大 你放越大 它PPI值它會越小 相對的 如果你把它縮小 把它拉小 它PPI值就會變大 好 這部分是 很重要的一個 可以說是整個 大度速度的一個 判別圖片的一個關鍵 這樣子 那你想一下 我這一個 區域是 60 50 30 那我把它說 縮放到 60 1 那如果 黃映圓的話 是600 300 600 300 是多大 如果 一層樓 是200公分 我們做到大概 預計 大概是200公分 600公分 這等於是 三層樓的高度 反過來就是 三層樓的橫 所以基本上 它是很大張的一張 大度速度 然後 接下來 我們把人心力牌拉過來 一樣 注意看它是239 把它縮小 它就會變600多 所以說它會不會清楚 它會很清楚 你在圖片上看到什麼樣子 它縮出出來 就是會是什麼樣子 然後 接下來是 貼紙 這三個小貼紙 這三個小貼紙 它原本是長這樣 它原本是長這樣 就一樣6000多 14000多 寫記錄 94 縮小之後 縮小之後 那是1000多 1000多 我們把它拉進來 這邊 會剩下多少呢 1200多 1200多 看到這邊是1200多 因為我不需要用到那麼大張 所以說 1000多的像素它是足夠的 我們來讓它就是1200多 這邊 不能再選錯 這張是800多 然後我們也放這邊 最後 這兩個杯 在還有可以把塑膜 但是 一定要ёт 私動 好 屁股 好 可以 好 我只要做一堂 在滑膜 這一個字 好多字喔 這一個字 應該是不太一樣 這沒關係 找個相比 差不多就好了 然後拉進來 然後把這個拉到底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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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一張 一張 然後 還有一個重要一點 大毒輸出大部分 如果我們今天是輸出成 招牌防部 上面一定會打洞 跟包神 這個 所以說 我們這邊要預留 一公分 上下各留一公分 一公分 乘以10倍是多少 10公分 所以說 你會有10公分的空間 我們 上下 都要預留 整點 2公分 5公分 5公分 4公分 4公分 5公分 這條 參考線的用途有很多 大部分都是 依照你用途的不同 有可能是對齊某個物件 或者是說像我在做大圖輸出 你看像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你圖片出來的時候 它打動打下去你這邊可能 就會被打到 它是隔了大概 幾十公分一個洞 然後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要把物件 往下 這個都往下 然後這個縮小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 這一個 如果是 你非得要讓它貼在旁邊 如果你非得要讓它貼在旁邊 那 然後它也不是很重要的東西 它只是一個 一個陪襯的 那其實 讓它打動其實也沒關係 主要是你的 文字或者是主要東西 主要東西不要 然後 盡量靠 中間集中 不要讓 一些其他東西 去破壞到 以上 這就是今天的 大圖輸出的一個製作過程 或許你會說 阿怎麼不是用PS 因為我習慣用AI 你要用PS做當然也是可以 可是 可是AI的話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可以 我們可以知道說 你輸出的品質到底是好 還是不好 圖片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然後再來就是說 如果各位有注意到的話 我這個地方我是有打陰影的 這個地方我是有打陰影的 可是這個陰影 我不是從 我不是從AI的部分下去做陰影 而我是從這個地方 我是從PS下去做陰影 那陰影為什麼要從這邊做 因為如果你今天 從AI做的話 其實陰影很吃電腦效能 今天很 你要從這邊做當然也是可以 可是陰影很吃電腦效能 所以基本上 如果我可以從PS處理的話 那我當然就是從PS處理 而且從PS處理 你可以 處理到我想要的一個效果 然後我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在輸出給 在廠商的時候 你在輸出給廠商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到 它這邊有一個砍路 你這個鍵如果沒有按的話 圖片到廠商那邊 是絕對會不見的 如果你這個沒有按的話 你圖片到廠商那邊 是絕對會不見的 然後這個 在還沒有砍路的狀況下 有什麼差別呢 我們回到這邊 假如說我今天 做了一個 修改 我們就做一個 我做一個簡單修改 這樣子 然後按存檔 回來這邊 它會 你這邊 做修改的 內容 這邊做修改的內容 它會即時的 這邊也會做修改 它會套出這個 對話框 問你是否更新它們 一樣是 這個地方它就會立即更新的 那假如說 今天如果 我不是PSD 是JPG 會不會 有這種功能 答案是會 只要是你還沒有砍路之前 你在這邊做的任何的一個 修改 你在這邊做的任何一個修改 記得 選檔 我們記得 做選檔 它這邊就跳出來 問你是否更新它們 然後你就暗示 它這邊有個好處 就是在於說 如果你發學說 圖片丟過來 有任何的一些 要需要做些微修改的部分 你可以直接從PSD這邊做修改 修改完OK確定沒問題之後 再按砍路 如果你整張圖片 整張的大度輸出都已經確定完工 對方看了覺得OK沒問題 老闆看了覺得OK沒問題 好 我們要輸出的時候 按砍路 按按確定 然後記得一個點 砍路之後 砍路之後你這邊 你這邊在做修改 它這邊它是不會動的 它是不會有任何的 作修改 因為你已經把它砍進去 AI裡面的 它跟 這個答案 它已經是沒有完全做 任何的一個連結 然後再來就是 文字 有時候我們做 做海報的時候 可能會做一些 特殊的文字 就是各位要 知道一點就是 並不是每一台電腦 每一個 那個印刷廠 它們都會有 很多很多很多的字型 因為其實字型 也很吃電腦的效能 開一個機會開很久 也是因為它們在載入效能 或者是說你在開AI的時候 或是開PS的時候 開很久 那是因為它們要載入字型 所以字型越多 你的 電腦效能就越大 那如果你今天你的字型 是用特殊字型 你沒有 去做一個 建立 外況的一個動作 那會造成什麼 情形呢 情形就是 對方打開的時候 會跳出一個視窗 說 沒有 沒有這個字型 是否要繼續打開 或者是說 這個字型 遺漏 等類似的一個 的一個 視窗出來 那當然這部分 有經驗的印刷廠 它們就會 就會跟你說 欸那個人 沒有建立外框 沒有建立 可是要注意的是 建立外框之後 你的字 就沒有辦法改了 比如說你今天 想要把 可能你這個 打錯 你想要改 不好意思 你沒有辦法改 因為它已經變成物件了 如果今天只是一個名字 重新打 那沒什麼問題 那如果你是 你撕一篇文章 然後你有一 中間有一個字 你要重新改 不好意思 你整這篇文章 你都要重打 什麼情況下還會建立外框 就是你要做文字變化的時候 比如說你要做 漸層 你要做漸層 那如果你是在 還沒建立外框的時候 你漸層是上不去的 因為它只會變黑的 你只能把它建立外框 然後 建成的 踩上著去 這一點是要 各位特別 特別去 注意的 然後再來 最後一點就是 存檔的時候 存檔的時候 記得 一定要另存新檔 你不要傻傻的 就真的 都存同一個答案 我跟你講之後如果要做修改 你就哭 然後它要特別注明 特別注明什麼 特別注明 長 幾公分 然後 高 幾公分 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問說 參考線會不會 如果你在輸出的時候 參考線會不會輸出 輸出 出來 答案是不會 它參考線 你在轉存的時候 轉存成JBG的時候 它這個線是不會出來的 好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東西 它也不會出現 只要是 在 工作區域 這個工作區域 以外的東西 你在存檔的時候 它都不會出現 在存檔的時候 它都不會出現 在存檔的時候 它都不會出現 然後這個地方一定要點 然後按下存檔 然後按下存檔 因為它只是一個小圖 一個縮圖 一個縮圖而已 不需要用到太大 像這樣子 這樣一張圖就出來了 你就仔細看到了 參考線 參考線 這套參考線 我們可以把你殘掉 也可以顯示 這個參考線它沒有出來 然後 長框 也沒有出來 然後如果說你要特別注意 你真是怕忘記 或是 對方忘記 這邊還可以寫 包繩打動 這樣子 包繩打動 那至於什麼是包繩打動 打動就是 看到的 反部都一定會打動 它四個邊都一定會打動 每一排每一排它都會打動 每一排每一排 每個間鋸大概都是 四幾公分 大概都是 大概都是 就看防部大小 如果你只是想要四個角打動 你只是想要四個角打動 然後其他地方你都不想打動 那你這邊就是要蓋 四角打動 然後 如果你真的不放心 檔案名稱你也可以改 就是改成 長 我習慣是防部 然後長測影框 長多少公分 高度多少公分 然後後面 要做什麼樣的加工處理 這樣子 一收場他們在做就會知道說 我這個檔案是要做什麼樣的加工處理 然後如果你真的還不放心 打電話過去跟他們講的時候 你也可以再特別提醒一下 那以上 就是整個大圖輸出該注意的地方 跟一些 制圖過程 其實制圖過程 就跟一般做我們網路上圖片 是沒有什麼 太大的差別 只是在於 一些小小的地方 要去做注意而已 那不然的話其實 也沒有其他什麼太大的差別 那今天的課就算到這邊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課的話 就辦法幫我按個讚 也可以幫我分享給需要的人 也記得按下訂閱鍵 才不會漏掉任何一堂課喔